各位观众欢迎收看中天新闻开放新中国节目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日前在千年古镇浙江乌镇盛大举办 这场大陆所主办的网络盛会 这次特别邀请了八国领导人 二十个国际组织代表 还有来自一百二十个国家 总计有两千多名的嘉宾参与 大陆把网络发展视为拓展国力的一部分 正积极开展各项相关产业 而网络时代的到来 也改变了我们的思维 也改变了很多这个世界的运作模式 那么当然商机应运而生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要带您到互联网大会永久的会址浙江乌镇 这里有着千年历史 经过妥善的修缮和规划之后 成为著名的景点 表面上小桥流水古一盎然 但是在石板路下 其实埋藏着几万兆的光缆线 江南水乡成了当今网络世代的 最佳饭本 在这里不用带钱包 你可以玩遍整个景区 跟着我们的镜头 一起来体验 千年鹰蹄绿印红 山春水锅旧其风 这是诗人多慕对江南水乡的描述 小桥流水传辱人家 这番古印盎然是现代水泥崇林外的室外桃源 悠闲的景致成为大陆最赚钱的旅游景点之一 过去千年古镇卖的是老瓶装新酒的创意 而现在它则与科技紧紧相依 石板路下流动着几万兆的光缆 静密的窄巷里 遍布了三千多个无线网络的接入点 古色古香的氛围 骨子里以巧巧被科技贯穿 手机扫扫二维码输入基本的个人讯息 透过支付报或微信缴纳约台币一千元的租金 就能骑行水箱 而且一小时内也收费 因为互联网的话 因为整个包括整个屋中的话 基本上都是WiFi全覆盖的 都是免费使用的 所以说这边注册的话 也不用担心什么四级流量超标之类的那种 所以洗车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这边 我通过这个自行车来看 我觉得已经就是做得还特别 就是特别人性化 就是就像以前的那种租车的话 像其他城市需要去办一张卡 然后办卡的方式也特别麻烦 然后像这个的话就直接通过微信 然后就是能够快速地去租车 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江南古镇 现在过得很潮 就算是年纪稍长的长辈 也拿手机扫微信 租借车 古镇的现代化不止运用在生活 更结合医疗 医生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技术 和病人之间处于缩短距离 对他一些慢病管理是非常有效的 武镇拥有全大陆第一家互联网医院 揭露了全国25省1600多家重点医院的 19万名医生资源 让百姓不出镇 也能接受最好的医疗服务 而这一切的改变都和近两年 在此召开的世界互联网大会紧紧相连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不只吸引了八位外国领导人 20个国际组织代表 120国共2000多位的嘉宾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任亲自与会 还带着俄罗斯总理 梅德维杰夫逛筷子店 古葡萄的小店因此一息爆红 就因为习大当 网上看到那个视频跟那个照片 因为他们那个照片视频 就是在这一块拍的 然后想过来看一下 就要习近平主席来这边了 然后顺便来看一下 民众风抢筷子 成了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一项奇观 而与会的世界前十大互联网亲业 就有四个来自大陆 而传统制造业也必须紧抓互联网思维 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近年来大谈工业互联网 他说这就是未来的趋势 当然他也没在这场网络盛会中缺席 所以讲工业互联网的精髓 其实就是云端 移动 物联网 大智慧 以及机械人 也就是透过云的计算 移动终端 物联网 大数据的 智慧型的企业网络的整合 并透过股指缸的工业机械人 在生产线上高度整合 达成智能制造的目的 网络已成为大陆经济转型 最重要的引擎 而无证就是这项产业发展趋势的缩影 为了让外界看到古谱小镇的成长变化 当地政府一年内在硬体设备上 投入了3亿人民币大改造 而如何利用无形的网络 把江南雪乡变身智慧小镇 则是一项重要的指标 我想这一年来我们政府 我想就做了两件事情 一个是环境整治 第二块就是智慧建设 通过智慧旅游 智慧政务 智慧民生 智慧产业的建设 让我们整个物质的百姓 生活得更加幸福 在不破坏原有文化特色的前提下 让网络科技自然的融入 技术上不难 但需要政府去搭建平台 无线网络的全区覆盖 居民游客 十一住行 靠手机一扫 第三方的支付宝来付款 浙江乌镇不但是 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会址 它代表的是 大陆积极打造消费趋势的 经济前景